昨天早晨财经数解读 今天是2020年5月13号礼拜三 我们所要关注的是 昨天美股是全面收黑 整体美股道琼指数下跌了457点 为什么会跌得这么重 主要是花尔街的利空因素当中的 美中因子的一个升温层次 又开始提高了 科技股乐观的情绪马上被打了下来 第二波的疫情 可能爆发的恐惧 这个恐慌性其实也在实陷 为什么我们昨天在TVBS有提到 说特斯拉的执行长马斯克 已经下令 加州现在是不准复工的 但他下令加州厂是全面复工 不要管那么多 如果要逮捕就逮捕他一个人就好了 所以整体疫情的恐慌性 还有美中后续的一个延烧 都慢慢一一浮现 但是这只是一个多头趋势上的 一个第一波修正而已 到底是不是一个反转呢 我们还是要持续来做一些观察 那当然台股的一个部分 昨天也算是黑天鹅乱舞啦 终结了连续五天的收红 外资大卖了250亿 所以我说 我们看台股从2月份看过来 外资真的不能信 外资真的不能信 如果你是看外资在操作的 那一坨拉股对不对 那外资这一波其实输得算蛮长的 一路被内资给嘎上来 待会我们都做一些细节 而且外资今年的卖超金额 已经来到了6000亿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 那包括川普呢 在昨天晚上时间呢 也下令说 美国的联邦退休基金呢 必须撤出中国 当然啦 因为川普唯一能够操纵 最实质直接的 把资金做出中国的方式 就是让自己国家的退休金 撤出中国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的话 川普已经下令了 那未来美中双方的一个矛盾一定会越演越烈 那我们待会就会做一些更细节的分析来告诉各位 这一次全球化当中啊 其实到底是一个加速全球脱钩的一个情形发生 还是一个告诉各位脱钩所产生的后果 我昨天在TPP时有举到一个例子 我们就说 PPE 就个人防护装备 比如说口罩 防护衣 防护面罩等等 这些制造的技术是非常非常低的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 可能除了非洲 其他不管是欧美地区啊 都有能力可以制造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为什么这一次欧洲 美洲会出现这种大规模的口罩稀缺 大规模的防护面罩的一个稀缺呢 原因就是石化液大部分都集中在中国 那为什么石化液都集中在中国 欧美都不太有呢 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全球化的结果 这种高污染的产业都已经从欧洲体系移转到中国了 那台湾还有台塑嘛 所以在原物料上的一个提供还不错 所以这次的疫情其实让全世界开始意识到啊 到底脱钩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从这次疫情各位一定感受到了 欧洲人对不对 这么恐怖的一个情形 其实就是没有口罩 他也不是不想戴 欧洲政府这个呼吁大家把口罩让给这个防护人员啊 最大的用意啊 不是说叫大家不要戴 是因为口罩不够嘛 所以到底疫情是让全世界全球化脱钩 还是让全球化其实脱钩的速度更快呢 这个后续我们来做一些观察啊 那包括 贸易战的摩擦声闻啊 昨天中国禁止了四家的澳洲厂商牛肉加工品的一个进口啊 那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因为澳洲政府是 最近是一直要求中国调查新冠肺炎病毒的起源啊 那这引发中方的一个反弹啊 认为就是针对中国 所以中国禁止了四家澳商的牛肉进口 那我们都很清楚 其实在这个这个大洋洲跟中国的关系 长年以来都还维持在一个平衡点 那为什么 因为双方各有所需 中国有非常大量的这种农产品 以及这种原物料的一个进口需要仰赖澳洲 澳洲也需要仰赖中国这个大客户 所以双方是保持一定程度的一个平衡的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很直观 在最近几年 中国对于澳洲的一个贸易关税 或者说进口上的一个限制啊 越来越往这种中间财来进行移动 什么叫中间财啊 我举个例子哦 如果如果如果 这个你出口小麦到中国 他会接受 出口运营到中国 他也会接受 但是如果你想要把这些小麦喂成牛 然后再运到中国 这个时候中国就会禁止 为什么 因为你正在进行这种高附加价值的一个转型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 就会造成中方会认为 我自己来养牛比较恰当 你只要提供我原料就好了 所以这是贸易战升温之后啊 澳洲所面临到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最后一点 我们会来跟各位聊一下 联准会会不会实施负利率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华尔街日报的社论就开始出来了 针对联准会能否实现负利率 我们知道负利率 欧洲日本都已经执行过 那悲剧嘛 但是联准会执行不一定是悲剧 为什么 因为毕竟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中央体系 欧洲和日本啊 之所以呈现负利率 但是仍然呈现一个经济衰退 或者紧缩的一个状态 来源于联储会还是正利率 那如果联储会率先负利率的话呢 那后续负利率如果是一个常态 也许就没那么严重了 所以我们待会来做一些细节的分析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啊 都随时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直播当中 跟我们一起互动 跟我们说声早安也可以哦 好马上来看一下 昨天美股盘后的一个状况 昨天哦 整体科技股乐观情绪消失 加上刚才提到的 第二波的疫情啊 恐怕会爆发 还有第三个 是川普对于中国 再度喊话动刀 那美股市场指数 周二是全面的下滑 全球确诊人数在昨天 已经标破了420万例哦 死亡人数来到28.7万 美国迄今的确诊人数来到130万 死亡人数是至少8万哦 那现在整个欧洲地区啊 我们最主要关注的已经不是说 刚解封的英国或者说 法国德国这些西欧国家 现在俄罗斯的疫情是持续恶化的 确诊人数已经来到23万人哦 已经超过西班牙 英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 这是世界第二重灾国 比中国还要来得严重 所以这波俄罗斯的一个疫情后续啊 会产生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要持续来关注哦 所以其实也可以合理的去这个 做一些揣测啊 为什么当时原油大战爆发的时候 你大多都看得到沙国跟美国在争 为什么俄国都没什么讲话 最直观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俄国现在这个疫情啊 烧的阵望 没有时间去顾及这种原油赞之类的哦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形态底下的话 俄罗斯是将来我们会 主要来做一些实质的关注的哦 好 那周二美股市大指数的表现 美股当中指数下跌 每股市大指数是全面的重挫 我们可以预估是一个 长期多头上的一个修正 所以其实这样的修正还算正常了 因为400多点 你要想看哦 以前道琼都是一两千点在起跳的 所以虽然是五百点 那也算重跌 但是呢整个重点的幅度 投资人的恐慌情绪还没有到这么大啦 那当然当然哦 上周四是历史性的一天嘛 美国联邦基准市场是有史以来 以略为负利率来定价 那川普在昨天的时候啊 针对这个联邦基准利率啊 稍微有种 因为联邦基准利率它不可能是定向一嘛 它可能是定向于比如说 负0.25%到1%之间啊 整体的一个波动幅度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上周是有稍微来到负利率 但是马上又回去了哦 那美国这个中文川普啊 在昨天的一个推特当中啊 说只要其他国家享受这个负利率的好处 那美国也应该执行 所以其实这给鲍尔很大的一个压力哦 那就是鲍尔已经很明确表达他反对这种负利率的观点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负利率过 没有人知道负利率之后啊 到底景气会不会好 各位都知道啊 我们把钱存到银行 如果是负利率 代表就是商业银行必须付钱给中央银行 而导致没有人 没有商业银行想把钱放在中央银行 都拿出去投资 拿出去消费 这个是一个合理状况的一个假设 但实负利率啊 它这种宣誓性消息性的意味啊 往往警告着全球的经济环境很惨 经济非常非常惨 这么惨 只会造成投资人更加的悲观 所以是两者心理预期心理状态的一个角力啦 好不好 那这个美股算是做一个修正 我们后续再来做一些实质的观察 因为还不能断定是一个这一次多头反弹的 第一波结束期 好那台股昨天呢 也算是黑天鹅乱舞 这个终结了连续五天的收红 告别五红和年限 外资大卖了250亿元 那昨天卖压主要还是聚焦在电金全职股 其实这一波金融股被盗的已经 能盗都盗了啦 就是说其实金融股这一波是真的蛮惨的 那最惨的直观原因也因为是外资在盗 那包括内资的买盘力道啊 大部分也不是集中在金融股 大部分都是集中在生计类股啊 或者风电类股或者中小型的电子股啊 那全职股没动 金融股被盗得很惨 所以这个是台股目前的一个状态 但是因为其他内资的一个买盘力道还是很强啊 所以硬是把大盘给拉了上来 那后续我们要来观察了 就是说金融股整体的一个状态 因为金融股是很多长期投资者 最喜爱的这些类股嘛 我们要仔细来观察 后续它的一个卖压点在哪里 那在这个今天稍晚呢 我们在一点到 一点到两点的这个云端最有钱 我会在庆一节的节目 跟大家做直播 我们就好好聊一下这个金融股 整体的状况是如何 到底卖压点在哪一区 好那昨天中场台股市大跌133点 说在10,879点跌幅1.2% 那上市成交量是1744亿 三大法人刚才外资讲了 卖了250亿 这是四天以来最大的卖超 那自营商呢也连续两天来卖超 来到10.48亿 头细是持续的来买进 所以目前整体的内资 仍然在至少会撑到520之前 好我马上来看一下 川普下令 美国联邦退休基金 撤出中国这件事情 来做一些细节的分析 之所以会有这项讯息的一个参出 是一封白宫给劳工部的一个信件表示 由于中国隐瞒疫情 投资中国存在风险 甚至涉及国家安全 所以美国中的川普呢 下令撤回联邦雇员退休基金在中国的投资 讲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劳保劳退啊 不要去投资中国 这种感觉哦 好那这样的一个讯息一传出之后 马上就引起了华尔街的整体恐慌 为什么呢 如果是属于这种消息性的冲击 他没有必要真的实质的撤出中国啊 川普可以释放各种消息 比如他可以发很多推特啊 来这个讽刺中国 那引起市场恐慌 这样就可以达到恫吓对方的一个效果 Bloving嘛 但现在 如果美国联邦退休基金啊 真的退出中国啊 那就等于是川普已经为自己家的公务员啊 画了一档保障 就你没办法 用我们家公务员的退休金来威胁我川普哦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态势啊 稍微来看啊 从头人的眼光啊 是紧张情绪 真的是升温了不少 那这一次的一个这个疫情啊 很多人会说 加速了全球化的一个脱钩 主要呢 就是针对这种 我们把这种高污染产业在中国的制造 进行这种快速的脱钩 让我们国家体系也可以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运作 我们知道现在全球的一个主要的经济体 分为三大层次 第一个就是属于美国经济体 第二个呢 是以中国为主的中亚 这个东亚经济体 第三个就是欧洲经济体 那欧洲经济体 这几年的力道 其实没有很强 所以它算半个经济体 所以全世界的主要的经济体就是两个半 两个半 好 那全世界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尽量的从 中国东亚经济体当中啊 进行脱钩 把本来这个属于美国 本来属于日本的这些供应链 移到中国之后呢 再度拉回到原本的体系 那这样的一个体系 很多人说这一次的疫情啊 让全世界都意识到 这样这个脱钩的重要性 但是其实也让全世界 更意识到脱钩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我们刚才讲到一个例子 讲的是PPE 个人的防护装备 那比如像是口罩啊 防护衣啊 防护面罩的制造 那因为这一些东西 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制造 那很多人会很好奇啊 因为PPE这种事情其实 它是一个高度 低技术的一个产品 所以基本上 你欧洲如果爆发了疫情 你只要快速的动员 你只要快速的建厂 那么你马上就可以 生产出这些东西 那为什么欧洲在当下去 无法大量的制造口罩 或防护衣或防护面罩呢 最直观的原因 就是石化液 欧洲这几年啊 因为环保意识的高涨 已经几乎没有石化液 在欧洲本土生产了 你像是德国的拜人啊 他都是在德国外 就比如说东欧国家开始建厂 那为什么台湾这些成德国 因为台湾有石化液 台湾有台塑嘛 所以你说不知不什么的 在台湾生产完全可行 为什么 因为这些所有的原料 都来自于原油的提炼 好 所以这就显示了 西欧国家的一个态度啊 那就是全球化的结果 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我们把这些高涨的产业啊 都移到中国去 所以欧洲政府啊 他就前几年就不太敢 就比较少去批评中国的人权 那因为什么 因为中国政府可以吸 牺牲这个中国人民的健康嘛 那空污严重到 大家没办法出门 但是中国还是可以 继续牺牲环境 制造大量的污染的石化产业 那这些相较 比较有具有环保意识的欧洲派呢 他就不会对地点 有太多的一个批评 那现在来看 反而欧洲人尝到了这样子 全球化的一个后果 所以你说全球化到底 是不是一件好事啊 为什么 因为当真的疫情爆发的时候 当全世界都抢着口罩的时候 只有那个具有完整 从下到上的供应链 的那种经济体啊 才能够撑得过这一次的危机 那就是中国嘛 你想想看 其实美国石化业也不错 但是美国还是因为 环保意识的高涨 有非常多高污染产业 已经转移到中国了嘛 所以你回头来看哦 这一种脱钩 这一次的疫情啊 第一个哦 让全世界明白 我一定要有自己 符合自己的一个产业链 即使那个产业链啊 是高度污染 我都要有一条 那第二个 让全世界都意识到啊 你要这么果断的 跟中国进行脱钩啊 有非常大的一个难处 好那当然 我们讲到最后一点啊 是讲的是 很多官方朋友在问我说 对于这种 中国被脱钩 之后的后果的想法 我不能很直观的讲 但是我有一种感觉啦 就是说 呃 我们讲的这种脱钩啊 讲的更类似于 中国既有的生产供应链啊 离开了中国 比如说来到了越南 比如说来到了东南亚 那我们仔细想一想啊 美国当时的半导体产业 也是移到了日本嘛 那日本的半导体产业 最后也是移到了韩国和台湾嘛 那韩国的这些 比较低阶的半导体产业 比如说面板 这又也是移到了中国啊 所以 我们又因为移到了中国 所以台湾就完蛋 南韩就完蛋 日本就完蛋 美国就完蛋嘛 好像也没有 所以我们想讲的事情 就是这一种脱钩啊 到底对于中国实质的伤害 有多大 这个是不可确认的 我们当然知道啊 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可以撑过来 最大的一个直观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产业转型成功了嘛 那中国就不可能产业转型成功吗 这都是一个问题哦 所以这个就是全球在进行 把全球化脱钩的一个后果和一个反思哦 提供给各位哦 其实这个我在中间T台也有讲哦 只是讲的这个没办法讲这么仔细哦 我们讲的就是在一个全世界 全球化脱钩体系当中啊 我们所见到的很多的现况 都是我们当时所做的决定所产生的一个后果 那这样的一个后果 其实让我们重新审视了 你要这么快的去全球化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好不好 好提供给各位 好那接下来哦 我们一样继续来探讨一下中国 今天是中国天 我们特别来探讨一下中国 为什么要讲这个澳洲跟中国的一个 贸易摩擦的一个升温呢 我们到最近澳洲其实哦 包括前阵子这个这个 供碟案哦 也是哦 这一阵子澳洲是不断的要求 中国调查新冠肺炎病毒的起源 那这样的一个 这种比较针对性的一个言语 其实是引起了中方的反弹 所以昨天嘛 传出了对澳洲的大卖征收高额关税之后 在今天哦 大概是在早上时间 中国又禁止了从澳洲四家最大的牛肉加工 加工企业来进口牛肉 那中澳两国的贸易摩擦 正在持续的升温当中哦 我们从昨天的一个实质的观察哦 大概啦大卖的反景消税大概会来到73% 就100块要瞬间卖173块哦 那整体的一个这个措施很明显是针对性的哦 我们这现在今天所发生的这种牛肉客取关税的 最新的一个数据是这四家牛肉企业 占中国出口牛肉总额的 进口牛肉总额的35% 所以整体的贸易估计量来到35亿元哦 所以光是四家澳洲的牛肉企业 它出口到中国就占了中国进口的四成 就四家等于是一家占了一成 所以这对澳洲来讲 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上的一个损失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判断哦 好那为什么我们特别来说 为什么中国会从原本的这种原物料上的客取关税 进而升温之后变成牛肉加工品的关税呢 这跟中国近几年啊 对于这种支持国内产业转型的一个措施 有很大相关哦 以前中国总是针对这一种啊 这个就是说中国跟澳洲是属于一个相互互补的一个关系 就是说双方其实谁都需要谁 但是呢谁也没有必要谁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国很需要澳洲的原物料 但是除了原物料 它完全不需要任何东西 那尤其澳洲又距离中国非常的近 所以这种原物料上的运输成本呢 又非常的便宜 那澳洲呢也需要中国本身的一个内陆的一个市场 为什么呢 因为这也是离它最近的一个市场 所以两方其实在多年以来 保持着一定的一个平衡 但是中方最近几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呢 就是尽量不要去进口这种 经由已经加工后的产品 好举个例子 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中国可以进口小麦 我可以进口玉米 我可以进口这个袋鼠肝 但是呢 我不能进口什么 我不能进口你把这些小米和这个玉米 小麦进行加工之后 给牛吃之后 卖成牛肉再卖给我 因为这个就是在进行附加价值的一个提升 那我宁愿自己养 我中国自己也有畜牧业啊 我只是需要你的原料 因为我中国这个没有这么多的一个饲料嘛 所以我需要进口你的饲料 我养自己的牛 所以中国这一次基本上跟澳洲的贸易摩擦 中国是有很明显的一个优势的哦 所以美国欺负中国 那中国就欺负澳洲哦 那后续的一个情况 我们就可以仔细观察出来 到底澳洲会不会在这种政治角列下进行妥协 我们后续来做一些观察 好 8点55分 我们持续来做一些分析哦 这个因为 这个联储会负利率啊 这个偏题啊 这个不是偏题 这个偏幅有一点长 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观众朋友有什么问题 我们做些解答好不好 好 飞人家劝说 今天台股如果下跌 国安基金会护盘吗 不会 也有可能会 反正国安基金本身是不会护盘 但是公股行货有可能会买啦 最近最近啊 之所以台股可以撑 大家都有共识嘛 就520块到 520块到 那台股能够跌多惨呢 对吧 所以其实从政治面角度来看的话 台股啊 就算全球局势不佳 其实我们之前就分析过 就台股没意外的话 在520之前会保持一定的多头趋势哦 那 有意外是什么 有意外就是国际趋势不佳 不会是因为台股本土面的内资不给力 因为内资 该压的都已经压了 全部all in了 你知道吗 不能跌啦 现在不能跌的 现在跌就完了 所以内资的买牌力道很明显 但是外资啊 全球的局势只要一步稳 像昨天跌很明显嘛 就是因为美中贸易战的升温 还有整体疫情的第二波 准备要爆发的一个橄榄潮 还有甚至是南韩离台院夜店的橄榄 全球橄榄都有可能在 整体的消息性上做一些刺激哦 所以我们后续来观察的就是 台股其实在520之前 下跌幅度都不会太大 那520之后呢 就是做一个分水嶺 我们再来做观察 那最后取决于台股的大方向啊 我们还是要看国际局势 所以各位朋友 你会好奇啊 为什么我们每次直播啊 第一个永远都先谈美股 谈完美股再来谈台股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股市才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领行指标嘛 你美国股市不好 你台股不能好到哪里去 好不好 但是如果你美国股市好 台股不一定会好啦 为什么 因为美国股市是全世界的重要指标 也许它不要台股 独外美股对吧 好 这个 韦伯说 今天音量比较大声 效果比较好 谢谢谢谢 那我以后讲大声一点 志豪说 贪贪食品股哦 食品股其实本次的一个 整体的一个冲击啊 要分两个层面 就是很多人会把这种 观光类股哦 观光食品股跟 实质的食品股 来做搞混 比如说 很多网品跟 比如说莲华 视为同一个 食品股的一个衡量指标 这完全不对 为什么 因为你网品是开餐厅的 所以你在疫情的冲击当下 你的确 你所受到的 营收上的下降 一定是最大的 但是如果你是莲华 或莲华市啊 这种做加工食品的 做这种冰淇淋啊 意大利面啊 这种冷冻食品的 那一定销售量 会稍微好一点点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跑到 量饭店去购买东西了嘛 所以这要分 所以食品股 我给大家一些建议啊 就是说 我们在食品股上的 一个专注的话 要搞清楚 它是开餐厅 还是做加工食品的 那食品股的确 这一次的抗跌性啊 还是比金融股好一点 它一定要跌啦 因为食品股 毕竟是股票 全球股市不好 它一定要跌 但是它跌的幅度 各位可以去观察 其实没有比金融股来得深 为什么 因为金融股相较起来 比较是 我们的一个景气循环类股啊 所以它跟 整体景气的联动性 稍微高了一点点啊 OK 好 猎一圈说 今天做梦梦到台股 跌到8400点 搞不好美梦成真啊 OK 好 你好 问哦 请问鞋子是延后消费商品吗 你讲的是保存 对不对 我要跟各位讲 不管是如虹还是保存 就是这一波的一个 这个消息性冲击 会开始涌现 我非常不建议各位 现在入属仿制业 为什么 因为其实仿制业现在很惨 各位我不知道你们看如虹 是昨天吗 还是前天忘记了 昨天的法说会 很惨 你看到那个法说会 你就觉得 哇 有人法说会这样开的吗 因为它已经把未来 这个 四月 这个五月一定惨 六月也一定惨 七八月不知道 这种状况已经推延到极致 没有人会这样子说法说会 通常都是什么前景展望之类的 所以如果 连如虹的法说会都透露出这种很悲观的消息 我们几乎可以预估 第一个 可能是东京奥运对于整体台湾仿制业的影响太大了 第二个 是真的 东南亚的仿制业是真的开始崛起了 其实这几年我们已经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种 包括宝城啊 或者说如虹啊 这些 重点在东南亚的仿制业呢 已经开始被东南亚本土的一些纺织业开始超越了 这个是值得非常关注的事情呢 因为毕竟来讲哦 纺织业它所大部分的一个产兔仍然集中在这一种 算是基本款的这种衣服上 那你说 宝城 或者说如虹啊 它可能稍微有一点高端技术 这个医料上的一个研发 但是这种医料上的研发 还能够持续多久呢 这是我目前比较关注的 所以纺织业其实我不是很建议大家来做入手 杰克旺说 你今天好震惊啊 不习惯 为什么这么震惊呢 为什么呢 因为已经九点钟了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我们就明天早上八点半再相见啦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今天因为讲的比较赶一点点啦 新闻准备太多 我每次都觉得自己新闻准备太多 但是官朋友你们贴给我新闻又很多 有时候官朋友一早啊 贴了十条新闻 我怎么可能讲得完呢 对吧 所以呢 我是采用 先到先讲字 谁先贴给我 我就先讲哪一条 好了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我们就明天早上八点半持续相见啦 那今天一点到两点 我持续在云端最有钱啊 针对金融股整体的现况 来做一些分析 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明天再见啦 拜拜